金中影帝宰宰周宇明奖项在天一庄 获得国际杂志评选文年度风格男士 昨天在台北华山光点举行颁奖 得奖的还包括大联盟投手陈伟英 台北市文化局长刘维公和面包师傅吴宝春等 几位不同领域的风格男性代表齐聚 体难焦点陈伟英也难得穿上西装出席典礼 金中影帝周宇明大联盟投手陈伟英 台北市文化局长刘维公 面包师傅吴宝春以及舞者周淑义等 不同领域的男性代表齐聚一堂 因为对风格独特的坚持与实践 被男性杂志选为年度风格指标人物 本来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得奖 后来解释给我听原来是我 我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些态度 的一些精神跟 这一次要办法奖项的理念 其实是满符合的 所以我是满开心的 被受到肯定吧 因为毕竟自己其实一直自己是以为 只有在运动圈里面 那觉得这个奖项对我来讲 其实有满大的特别的意义这样子 那觉得就是很开心能够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歌手肖敬腾 导演魏德胜也双双获奖 这项看称男士最高荣誉的年度风格指标人物奖 已经有15年的历史 包括头号新男贾斯丁 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 007丹尼尔克雷格 和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麦克道格拉斯等都入榜 不过近年来 国际焦点也开始转向 台湾男士的独特风格 一个有风格的男人不是说只是说 只是穿着很有品味或是懂得名牌享受 事实上他们的风格 他们所做的风格的事情 是可以扩大去影响很多层面 其实台湾现在非常需要有风格的事情 我们的十一住行其实都充满了 大家都希望有风格的东西 所以那这个风格的东西要谁来做呢 其实就需要这些人 在台湾举办第二届的男性年度指标人物奖 今年以风格作为评选条件 囊括演绎 体谈 饮食 还有政府官员 精选七位台湾不同领域的风格男士 也让国际看到台湾男士独特的风格魅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伟同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